大家好 這次我不再介紹地方或食物 而是想分享我們一月份初來英國的時候 如何嘗試我們人生第一次自己DIY貼牆子 英國人自己的裝修間屋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 所以如果在英國大家要嘗試自己去粉飾自己的家 在買材料方面是相當容易的 稍後我也會分享我們買了什麼工具 以及如何使用 有什麼好的經驗和不好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第一幅我們要貼的牆子就是位於我們的飯廳 由於我們一月份到埋的時候還在閉下 我們貪方便我們就嘗試去Amazon選擇牆子 但原來這一步步驟已經是錯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始終網上看是看不到那個貨品實際的質料 這個牆子原來是太過薄 所以當我們一貼上去一刮平它的時候 有一些位置都已經是爛了 而且有時候它會自己都有這些摺痕 所以第一個給大家的tips 最好不要網上買 一定要去選擇實物的牆子 看過質地才好買 第二科我們需要貼的牆子 就是位於我們的客房 因為吸收了之前Amazon的經驗 這次的牆子我們是在B&Q買的 因為可以親身看到牆子的質料和厚度 這次是相當成功的 是不會再有裂痕 不會有泡泡 還有在貼的過程都是容易很多的 接下來我就說說我們需要什麼工具 當買了牆子之後 我們在貼牆子之前 就必須要有這件東西 就是這個雷射水平兒 還有一枝腳架 這枝腳架可以大家用平時 用相機的腳架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雷射水平兒 它的底部有螺絲孔 讓你上落腳架 好了 我教大家怎樣用 然後只要把雷射水平兒 上落腳架 再配合平水 很多腳架本身都有水平兒 我們這個沒有 所以我們就另外自己加了一個 你看到現在平了 它照在牆子上 我們貼牆子的時候 就可以跟著這些線去貼 確保不會貼歪了 之後我們需要到的工具 就是拉齊和剪刀 因為我們要量一下牆子和天花的高度 然後就因應長度剪回牆子 建議大家最好一條一條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一次過剪完的話 萬一有什麼事你計錯數或者 預錯了的話 都會浪費了 所以試了一行 OK了 然後再剪下一行再貼 另外有個小貼士要提醒大家 就是當你貼的時候 你要看你自己的牆子 是否需要對花的 譬如好像這一款就是需要對花的 而這一款就是屬於不需要對花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它需要不需要對花呢 就是因為如果對花的話 在我們預留的長度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預算長一點 而且就算是不對花也好 記得記得就不是你腹長多高 你就剪多少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這裏 若膜是10呎左右 我們就起碼要預多幾吋 因為頭和尾的邊邊 你要預算貼長過它 然後就用這個 用這些剪刀 將多餘的部分剪走 所以有另一個工具 提早出場了 就是這些剪刀 這一類型的剪刀 你也可以換一個刀片 就是貼了長子之後 多餘的邊邊就用這些剪刀 把它剪走 量好長度 剪好長子 就可以開始預備貼了 貼我們就可以用這一類的漿糊 它的好處就是不需要自己開碎 基本上你打開 它的狀態已經可以貼了 我們參考了很多網上的影片 以及一些教學 絕大部分都是教我們把這些漿糊塗在牆子底上 然後貼上一幅長的 但是我們實踐過之後 就發現因為那個牆子 其實剪完出來都很長的 加上因為可能我們家裡的樓底比較高 其實這麼長的一條牆子 而背部又黏滿了漿糊的話 其實要去處理它都很麻煩和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試了另一個方法 就會簡單很多了 我們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們基於這個雷射水平移 照出來的那個位置 我們就是直接把這些漿糊塗在牆子裡 但是注意就不是一開始就全牆子塗了 因為這樣它很快會乾 舉個例子 譬如這幅牆子的寬度是三格的 我們就會把這張糊塗了三格的寬度 然後就只塗一行 塗完這一行 然後就快速地把它貼上去 這個方法我們發覺是容易很多的 也都建議大家不妨試一下直接塗上牆子 在牆子塗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貼牆子了 貼的方法就是會由天花最高的位置 開始由上而下開始貼 一路貼的過程就需要用到這個刮 去刮走所有的空氣 而整個過程記得要對著那個雷射線 那個Reference 才可以make sure那個牆子 就不會貼貼歪了 一定要對著那條線來貼 好了 最後我又跟大家重溫一次 到底我們貼牆子 需要什麼 第一樣當然我們需要有牆子 第二樣當然要有漿糊 這些全部都已經混合好了 譬如這些一盒大的 就是21磅 小的就是15磅半 第二樣我們需要的 就是這些塗漿糊用的掃 大家記得買的掃 是要買這一類 是有些膠質的 不要買平時毛毛那些 譬如這一類 毛毛這些就是用來做油漆的 就不要用來塗漿糊了 所以記得買這一類膠質的 譬如這一個就是6磅9.8磅 另外就需要這些膠刮 另外下面也有一些是小一點的 還有就是這個雷射水平儀 這個就是44磅的 要有拉尺和剪刀 要有剪刀 既然拍攝過客房 我也想視察一下 說一說我們這部電視 這部電視是我們在香港連家當運過來的 它就是75吋 那為什麼我們會運過來呢 因為雖然我們知道制息不一樣 但是我們連家當運過來 它甚至幫我們讀了一個木箱 其實它也只是加了我港幣七百多元而已 那我七百多元港幣 不可能在英國可以買到一部75吋的電視 而且本身我們想著 都是可以拿回來看Netflix 看YouTube 因為我們這間房其實是客房 還有我們有部K 想著都是拿來做這些Purpose 就未必會看電視 所以見這麼划算 就運過來 那我們就發現了一樣有趣的地方 就是 竟然這裡的ViuTV的APP 是可以在不用接駁VPN的情況下 直接可以玩到ViuTV的節目 這個是我們寄送這部電視 回來的一個很大的驚喜 大家看到它是可以玩到ViuTV的 是不用接駁VPN的 不過先知識明 我這部電視可以在不用接駁VPN的情況下 看到用到ViuTV的APP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Smart TV都可以 那給大家的參考 我這部是Samsung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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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